好 激情过了头 这个郑宏怡用脏话辱骂马总统 今天总统一整天没有回应 妈妈家人也发挥了忍耐功力低调不谈 而府方认为郑宏怡已经道歉了 不考虑再提告 但是国民党有不同的看法 认为郑宏怡道歉 纯属个人行为 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出来面对不应该置身事外 总统怎么看郑宏怡用脏话批评你 打算提告吗 日益名嘴脏话辱骂 马总统一笑置之 其实清晨运动 总统早就从广播和独报得知 即使被别人问候自己和母亲 总统和家人还是一个字 人 马家人冷处理不回应 况且郑宏怡也出面道歉 暂时不考虑提告 但是党主席被骂 国民党气愤难平 政治责任上纲到蔡英文 他报出口那道歉是郑宏怡个人道歉 可是这是民进党服选肇事的场合 我不认为蔡英文主席对这样的事件可以置身事外 助选口不择言 郑宏怡会触犯刑法公然侮辱罪 马总统也可以提出民事侵权求偿 考量受辱的对象是总统 判决还有可能加重 尽管被骂不是第一次 总统家人保持沉默 骂不还口 不让国事牵连家人 终于新闻 翁正强 苏莎 台北采访报道